我属于也算一个活力宝宝吧 就是特别喜欢组织活动 开办过一些教授类的一些比赛 我觉得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就比较有创意 然后逼合力也很强 觉得就是爱笑的女生 运气都不会很强 我想是留在北京工作 然后是慢慢地能收获更多的经验 往更高的方向发展 金小女23岁浙江人中华女子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大家好 我是中华女子学院 一二级市场营销专业的 应届并业生金小 我是1993年出生于诗情画意的江南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自信的女孩 我的兴趣爱好是大提琴书法和钻课 在大学期间开办过一场主题书法展 然后获得过取一青方大赛一等奖 并且在乐风王主办的模拟经营大赛中 荣获团队一等奖 并且在团队中担任队长的职务 然后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市场营销及策划类的工作 希望今天能在这里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 这是我的简历 你好 然后就是特别喜欢您 这是我亲手给您准备的一个礼物 什么呀 因为我是学钻课的 所以这是给您的一个姓名章 然后还有您的一个贤章课的是治水人山 治水人山 治水要水人者要山 然后还有因为你们家新添了一位小天使 所以我给童童小宝贝做了一个鲁铭章 谢谢谢谢 很漂亮 希望您可以 女生很少喜欢看见会动刀动石头的吗 对 其实我手劲特别小 所以在课的时候 那你这课了多久 一个大概五六个小时 我代表我们一家三口谢谢你 不用 你声音好嗲呀 想不出一个声音这么嗲的女生会动刀 你跟我说一句林志玲的著名谈词 猛猛站起来 你念一句我听一下 猛猛站起来 再嗲一点 猛猛站起来 站起来 你的嗓音是从小就这样吗 对 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娃娃音给你的工作生活学习 是带来了优势还是带来了劣势 像优势的话 可能大家一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很有特点 然后可能会更加的想要关注我 但是劣势的话 可能在职场中 大家觉得这样的声音没有那么的物正业 就是感觉比较的还是有点小孩子气 还是有点小孩子气 我听着还舒服 待会可以持续 你是不是从小很喜欢书法 我看你刚才的字写的也不错 我小学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书法 然后来到北京了之后 有新认识一个书法家 然后又跟他学了三年多 那这个转课呢 转课是由于喜欢书法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的一些聚会 就是交流 年纪有多大 是比我们还老吗 就是一些退休的老干部 你喜欢跟他们待在一块 因为我喜欢老年人 但是年轻人多半不喜欢跟年纪太大人在一块待着 你为什么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待着呢 节奏多慢 但是他们特别真诚 对我们现在我们快毕业了 你应该选什么工作啊 就有很多比较建设性的意见 那你将来找男朋友是不是也准备找比自己年纪大 我有一个男朋友 你男朋友比你大多少 两岁 还不算多嘛 你这人言行不一啊 是因为家长介绍的 还有什么爱 家长介绍的 你好传统啊 你看你喜欢学习书法 喜欢学习篆课 喜欢跟老人家在一起待着 也很喜欢传统文化 你是个很传统的女生吗 也不是 我生活中其实是比较疯疯癫癫的 我有两面性 她的简历当中有一个特色 她很有粉丝经济的头脑 对吧 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所红的这些艺人们 你觉得他们红的理由是什么 我本人蛮喜欢TFOS的 因为我觉得 它就是给我们带来一种 特别正能量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最火的 大家还是最喜欢应该 就是最热的还是宋中基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因为 这次营销做得特别好 因为以前播星星的你的时候 星星那边是 一边录一边播的 所以他们那边 我们这边中国是无法同时上映的 但这次太阳的后裔本身又比较特别 它是在去年12月份就已经拍好了 你对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有言 因为我是学市场营销的 学市场营销 所以有一个东西特别火的话 我就会想要 你觉得你刚才所分析的这些问题 如果运用在你的市场营销工作当中 有哪些能力是可以平移的 平移的话 首先我有一个很钻研的能力 譬如说看到一个线上 我会用市场营销的一个思维去分析它 然后之后 其实我的执行能力很强 在大学中有社团的经历 所以我的落地执行能力很强 然后因为每一个团队人很多 然后我之前又当过一个队长的职务 所以我的团队沟通能力也不错 来Frank 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历是你填的 在外语方面呢 你填了两门 第一门外语写英语 但是这个级别说四级代考 那代表不是没有级别 另外一个英文外语呢 叫上海话 那更可爱了 跟着级别说良好 那我第一次看到 我不是反对啊 我非常尊重方言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把方言放在上面 但现在就给你一个营销自己的机会 你为什么会一个四级代考 或者一个上海话会写在这地方 你觉得对你求职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你这样接下来你回答Frank老师的话 就用上海话完成 你们可以讲上海话吗 说话 嗯 反正 因为我本身上那个 我都要怎么多耶 基本就是设的一个我东西比较多 然后经常就是跟你一起玩四 我刚才二十八六 二十八年二十七有四分二十打地劲 过来比较猛 然后我现在就是 没事 没事 你就就是考 但是我跟他讲完 能上海话 我看另外都听着 听得懂 他刚起来不随着两号 对吧 讲 对吧 表情 表情 主持人想听我啊 不亮啊 你该用业语跟他说两句 我的意思是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 他既然觉得上海话不错 我们就考验一下 他的学习能力嘛 再次纠正啊 普通话上海话的区别 都是中文啊 你这次来第一项是市场营销 第二项是什么 行政类 你要求薪水不低于多少呢 大学生的话五六千吧 五千 五千 你是可以已经上班了吗 毕业了吗 今年六月份毕业 六月份毕业 有地狱的限制吗 我觉得最好是北京吧 长春也可以 因为我男朋友 现在在长春读书还 如果有长春特别好的工作 我也愿意去长春 那好吧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准备了什么 我其实是针对 通灵珠宝做的一个整合营销 但是通灵珠宝没有来 但是我还是可以讲一下 对吧 不是 他这个写的这个方案里 核心就在讲 那个 现在那谁 沈东军正在拍这个电影 正在横电呢 对 他主要就在想 围绕这个剧的一个 一个延展 对吧 整合营销的一个思路 我从这里 和你之前的表述 只能看出一件事来 就是你是电视剧的爱好者 每天肯定花大量的时间 在看这个 对吧 还好 有个人问你 你除了大量关注这种影视剧作品 你看了哪些市场营销的书籍 像我们市场营销专业 就有市场营销学 然后还有市场营销 课外的 课外的 对 除了你书本以外的 书本以外的书其实蛮少的 还有市场营销原理 都看电视剧去了 没有 都看电视剧 那你关注哪些跟市场营销相关的 比如说APP 或者说哪些论坛 之前有一家虎月营销 我觉得它在营销方面 就做得特别好 谁 虎月营销 说个案例吧 你不要说某一家公司做得特别好 说个案例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如果它做得好的话 我们都应该听过这个案例 我讲一个比较小众的案例吧 是我在北京接触到的一个 烧烤的一个店 它推出了一个 打赏小费的一个新的店 每一个服务员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写着 如果您觉得好的话请打赏 如果每一个人去吃烧烤店的 可能你就会花一两百 如果你给四块钱 就能获得一个特别好的服务的话 其实你是很热意付这四块钱的 而且你也会在这个用餐过程当中 过得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 营销的很好的一个点 金小同学你就目前而言 我觉得你所有对营销的认识都是旧现象 谈现象 没有对任何一个事情做深入的研究 那这种感觉就是一个简单的用户体验 就是每一个顾客看到的都是这样 所以你所谈的所有的都是你自己作为一个用户的感受 你发自内心对于营销热爱吗 热爱 如果你特别的发疯般的喜欢营销的话 其实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选择行政类的这样的选项 因为你是课班出身 你学了几年 学的就是营销 当你心里边发生动摇的时候 说明你对营销这件事上 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深入到 极致的狂热的喜欢 说明你其实你关注的是营销的表象 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到 向东你说对了 刚才我搜了一下 火影营销没有论台 没有APP 你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其实还是在就是之前的 有没有记忆当中 胡越营销的最经典案例 没有 不好意思 我感觉厂商老师对我的专业性要求比较高 认为我们大四毕业这个专业的话 就需要具备市场营销方面的综合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临时反应出来真的很比较难 金晓 我是真的为你说句话 我觉得他们都有点冤枉你了 大家问的很多问题呢 都是考营销总监的问题 他真的是很难回答 我觉得吧 你既然能够把这个赚客赚客的好 能把这个书法写的好 那么我觉得呢 你就有钻研精神 既然你有这个钻研精神吧 就回头啊 咱就干一行爱一行 干营销的时候吧 咱们就把一些经典的书看一看 把很多的事好好地琢磨一下 好吗 其实还有一个金晓 我也想帮你一下 你可以从过去的经历当中 找一件你最自豪的事情 而它和营销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现在讲 我首先想问 在现实面试中 我们会老这么去帮一个面试者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刚才你们的点评说 我们考的是营销总监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用的修辞手法叫扯 我觉得我是会这样去帮书者的 因为刚才我们问的 他是看了什么书 对吗 平时关注什么营销相关的知识 这是考营销总监的问题吗 请问 他其实现在才大四 那么我们想 我大四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的 就可以站在台上 看开一看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金晓的没有论能力 我觉得思路很清楚的人 是可以做营销的 所以我建议你 你不要看未来 你回顾到过去 因为你现在有一点紧张了 只有你回顾过去 有一件事情 能让你深吸一口气 你能够很镇定地去回答问题 那件事情能够帮你找回自信 我就讲一下 我大学期间参加的 乐风王主办的模拟经营大赛 他是在我们学校主办了这个活动 然后首先是刚开始出赛 是每一个 以五到六人为一个团队组件 教策划书 然后第二轮环节的话 是会有他们的一款产品的 推销 然后因为我们是有一个 口才特别好的同学上的 然后那一轮我们也得了第一名 然后在落地实地经营了是五天 然后我们的进货渠道 是在学校周边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一 校区是在昌平 然后旁边有一个早市 就是一个集市 上面有那些卖的绿植产品 特别的便宜 所以我们的利润其实特别大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我们学校 其实绿植的运送方面 是比较麻烦的 刚开始我们只能跟 门口保安大叔 借了一个三轮车去运货 你还有一分 我也觉得不要再这么讲了 你可以说重点 然后因为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我提醒四个关键词可以吗 脑力体力 我概念当中的市场营销 要么是做策划的 写故事 你要证明你很聪明 你可以写文案编故事 要么你可以去做执行 你不怕辛苦 所以快速地切入主题好吗 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展这个 他倒是不慌 接下来我们在卖绿植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有特别好的几个点 第一是做情侣盆栽 其二我们是支持送货上门 然后其三是我们可以就地改造 譬如说你不喜欢的 我们可以帮你改造 装饰成你喜欢的样子 第四我们在每一个的 你这个 你是学习营销专业的 你这话语里面 能不能有一点营销的术语 就是你是这个专业 你不是这个专业的 我们不能这样要求你 你是这个专业的 你不能像要求一个总监一样要求你 你 你或多或少得要有一专业性的语言在里面对不对 好 因为我没有过实习的经历 所以我寻求的就是一个基础港 希望各位老板能够刚刚体谅我刚刚的专业方面的一些不足 来 没关系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霸闪灯给你留下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时候 古方红堂的天猫旗舰店的运营策划会比较适合你 谢谢你 来 我给你一个是偏客服类的岗位 就是我们的客服专员 来 愚人国 阿黎的主题店的店员 店长 甚至连锁店的这样的督导 刘家勇 给你我们PVgo市场营销专员的岗位 谢谢您 工作地人在北京 王刚 是不是刚开始是从实习生开始做起 但是我愿意给你提供这个市场助理的一个岗位 嗯 杨派 谢谢您 我们给你两个岗位 一个是北京的岗位 活动执行的总监助理 那么另外一个岗是深圳的一个岗位 活动中心的总监助理 谢谢 还有八盏灯 考虑一下灭掉六盏 留下两盏 可以吗 可以 去吧 谢谢您 你好 感谢您 你好 感谢您 你好 感谢您 有请家勇 杨派 谈钱不上感情 请揭晓 六千 五千五百加 除了我想请假的问题 那个人力资源专家 就是 因为那个就业竞争指数 连续三个季度都在下滑 我没想到二本院校现在还有这么高的起步的底薪 而且是针对未毕业的学生 我不知道这个现象能不能解读一下呢 这个呢 我认为它的市场价位应该就是五千到五千五 我们去年在中国的医生大学做过校招 今天也在招 你们那里的学生会干部或者说专业考核还可以的 通过试用以后 也就是五千起步 我觉得今天你还没比 而且专业考核这么差 五千五我觉得不是稍微偏高 是太偏高了 在北京 我们二本院校的话 结合我那么多学校的社团的活动 虽然我没有实习的经历 我觉得 谢谢杨总和那个江永哥能够赏识我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应该你感谢非女莫属 这是一个神奇的平台 所以这事不能怪人家小孩 要怪施肥的人 选吧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福能集团 御龙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御龙集团 是吧 首先我就特别喜欢杨盼老板 然后因为他就给我的这个工作 说的是市场总监的助理 因为本身我市场专业方面不足 我觉得有个人带着我 这样我可以更多的学习 更好的经历 然后当然这个好像是要分享给爸爸妈妈 还有同学们 我这样子有什么荒唐心事 我这样子的经历 是可以看一个这样子的